美国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一说 司法部将会对芝加哥警察局展开调查 确定警方使用武力的方式 是否系统性地违反美国宪法 在上个月公布了一段 显示2014年10月 一名芝加哥警察开枪写一名 17岁青少年的录影片段 自家国警员凡大黑11月24日 以一级谋杀罪名受到起诉 这个距离黑人青少年 麦克唐立被杀超过一年 也是在警车上录影机拍下的片段 被公布几个小时后 片段显示凡大黑向麦克唐立开枪 录影片当中可以看到 麦克唐立在马路中间 向离开警察的方向走 凡大黑在走出警车几秒钟之后开枪 并且在麦克唐立倒地之后继续射击 录影片段公布之后 引起了芝加哥各处抗议活动 示威者指责警察局 试图掩盖麦克唐立死亡的细节 司法部在巴尔迪摩 与密苏里州的佛格森市 展开了类似的调查 之前这两个城市都发生了 与警察有关的黑人青少年死亡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